一根皮筋解决所有穿搭烦恼 我今天就给你们分享 不到一分钱就可以穿出时髦感的小方法 一个皮筋就可以了 第一个老生常谈 挽袖子 当我们手腕比较粗的时候 这个袖口它不是会比较紧吗 所以你就挽不了袖子 然后这样子变咱们也变不了 所以有两个方法 你们是可以通过皮筋去解决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不是有个小洞洞 你就把这个皮筋穿过去 正常的穿过去完之后 这边不是有两个洞眼吗 然后这两个洞眼 你再把它扣到这个扭扣里面去 你看这样子扣完之后 这边就有个像盘粒一样的东西 然后它这边不就有松紧了吗 然后就这样子往上拉 你袖子也不会跑 然后它又能卡在你想要卡住的位置 然后就算你胳膊粗一点 也没有扳气 它都能伸缩 就很渴 第二个 如果你们是像我一样 喜欢穿那种喇叭袖 然后看起来自己很有氛围的那个时候 就是有时候确实有点不大方便的时候 但是我又很想保留它这个喇叭 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 打一个橡皮筋 穿过衣服 拉到你觉得就是比较合适 最高点 这样子保有它的喇叭感的同时 又不会觉得很拖沓 就很方便 第三个就是制造腰线 我们经常穿那种宽松的衬衫的时候 就会有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把衣服塞进去完之后就很固 那其实你们就可以用两个橡皮筋 去制造你们的腰线 也能你裤子或者裙子的最高线 然后从腰缝的这个位置 然后扯一个过来 然后你就把它翻进来 你就正常打了一个小啾啾完之后 你就把它放下来 就很像抽折衬衫 这个就很适合有小肤 然后想穿裤子的女生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吗 腰包的位置对于我们来说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但是很多包包就很尴尬 就像这种啊 我如果把它绕进去吧 我就觉得它太长 但是我如果把它拉出来 背着 你看本来我的腰是在这 结果我这个包一背 我的腰线就在这 就显得我的人特别矮 也很不利索 你看哦 如果我绕一圈背完之后 有点硌手臂 就很不方便 比如说我现在刚好 想要让它背在这个地方 OK 那我就把里面的这两个 扯到合适的位置完之后 把一个很小的像孔姐 你看把它打着这个结 放在里面 包个位置合适的 同时翻盖自留 所以这个就是包包的一个小方法 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做那种皮带的皮带扣 像这种啊 打个结又不够长度 然后如果没有皮带扣 把它固定住的话 它就会显得很不利索 所以这个时候 黑色的皮筋就显得格外重要 就很简单 拿一个就是有松紧的那种皮筋扣 扣掉两圈 然后把皮带穿过去 有看到吗 它上面这里就有一条 然后你把这个皮筋 拉过来 穿过去 它就能做出很平衡的效果 然后因为黑色 其实它在视觉上是比较硬性的 然后你正面看 它不会有容量 这种方式就很适合 如果你的那个腰带的活扣丢了 而且就是那种皮带 如果它太长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它固定住 而且像鼻筋它有风景 所以不管你的那个腰带 是多细多粗 其实你怎么用都可以 因为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固定 你看我每天真的是 绞尽脑子 我是想要让你们在细节上不能输 所以你们就点个信就可以了